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改款的一個車型 对国内消费者来说 他是第一次接触它 就是Mazda的CX-7 那它有几个非常特别 而且突出了一个重点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价格 它目前在国内贩售 只有一个等级 它的售价是159.5万 所以大概160万 那如果说你要买 比较大一点的车型 其实还有一个 它的哥哥啊 CX-9 CX-9它搭载的引擎 就不是JG 2.3的温轮增压引擎 它搭载的是3.7V6引擎 它的售价呢 比7贵了30万 所以是达到189.5万 OK那我来为大家来做一个 新车试驾的一个介绍 从车头看去呢 大家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家族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水槍护照 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下气霸 第三个就是它雾灯 周围的一个边框的一个造型 跟刚刚上市的Mazda Swing 它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像 只是它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放大的一个车型 它算是一个close over的HUV 所以它整个面积会变得更大 比较大的差异大概就是大灯 大灯的部分呢 跟Mazda 3呢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区隔 它算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造型 又有点像菱形的一个造型设计 那里面的话是有HID 那从车头看去 你会发现就是Mazda现在不管是已经上市的Mazda 3 甚至未来会小改款的Mazda 2 还有大改款的Mazda 5 都是朝这样的一个车头造型 一个家族特色来做设计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Mazda在国内上市的SUV车型的Tribute 在2010年是确定已经停售了 那很多人会说 那这台车新年是不是要取代Tribute 错 它不是要取代Tribute的 它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在去年年底 就是2009年年底 在国外才刚刚小改款发表 它是第一代的车型 那Mazda Taiwan 很快的时间就把这款车引进到国内来 并且在台北车展同步的发表 接单 接单预售 那正式上市的日期会在3月初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看到实车 可能要到3月初之后才看得到 不过如果说你看了这个影片 你对这台车有兴趣 那你也可以到展示间先预定 它目前的接单价 我刚刚讲过就是159.5万 车侧的部分呢 我先跟大家讲轮胎的尺寸 它搭配的轮胎是235 65 R18 接着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从 像我家伟现在站这个位置 去看去轮毂 也是有一个Mazda 3的一个影子 然后所以它整个车侧看起来 如果说你看腰线以下 除了它是比较挑高的一个车体之外 其实它整个车身车侧的造型 腰部以下跟Mazda 3也非常非常像 不过上半部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它为了要塑造一个 一个close over 一个跑旅房车的一个形象 所以它在车窗的设计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B柱之后到C柱中间 这边还有一个折线 它可以让整个车窗面积 到后面做一个很漂亮的收尾 这次目前SUV其实有两个方向 如果你要很粗犷的外形呢 你外形就设计得非常方方整整 像比如像賓士的GLK 那如果说你要塑造一个 比如像跑车化一个流线的外观的话 比如像Infinity的F-X35 以及我们今天试驾的Mazda CX-7 它的造型设计就比较朝这方面来塑造 跟非常有灵有脚 甚至非常前卫的车头比较起来 车尾的造型 CS7就感觉比较单薄了一点 第一个就是它并没有什么 太多的空力套件来点缀 包括尾翼也没有 第二个就是它整个设计比较平整 就感觉比较圆润一点 还有就是尾灯的造型设计 是我觉得整体看出来是比较突兀的一点 整个尾门的设计呢 我是觉得它的外形 是还有一些可以下功夫的地方 另外一个看出来就是双出的排气尾管 这个尾管的设计呢 可以让整个车体看起来跑格更为丰富一点 可以塑造一个比较类SUV 可是又类close over的一个形象 那接着我们打开后行李箱 因为它不是正统的SUV 它比较诉求的是都会的驾驶 所以它整个行李箱第一个要讲的重点就是 它的开口的高度非常的高 因为它有一点向上扬起的一个车尾角度 所以它一定会牺牲掉某一些的便利性 我们一样拿这个箱子又回来了 我们一样拿这个箱子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拿取行李的时候 你要拿的非常非常的高 将近大概150公分了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箱子放进后行李箱内 第二个就是它的宽度深度和高度 也因为受限于它的车体造型 比较流线的一个车体造型 所以它的空间只能说刚刚好而已 空间机能的表现并不是这台车诉求的重点 不过还好它有一个64分离 而且它可以透过后行李箱的两侧 这边有一个把手 只要轻轻一拉 它就可以完成一个后以备的一个归位 倒平的归位 那至于乘坐者的车司空间表现 前座我一样调到我正常的坐姿 那后面的话 西部大概是一个拳头多一点 那它的整个空间的表现来说呢 我们拿一台国产SUV来比 它大概是CRV的水准 它的整个乘坐 不管是前座或后座的空间 它的表现大概是维持在这个水准 不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这个座椅的整个舒适性 毕竟这台车是在主要销售地区 可能是在北美 所以你看它整个座椅的舒适性 还有就是乘坐的一个 虽然包覆性并不是很好 不过它整个舒适性 尤其是椅背和椅垫的一个舒适性 表现是非常好的 不过很可惜的一点就是 它的后座并没有冷气出风口 所以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加上它的冷气系统 只有单驅的恒温空调 所以以SUV车型来说 空调系统我相信会是 很多买家很在意的一点 接着我们昨天驾驶室 你会发现 CS7它的整个内装布局 不管是用料 按键的一些布局 还有一些配备 非常的Mazda 一样的有钢琴烤漆 一样的是雾黑的一个面板 甚至包括一些暗间的布局 你会发现就是非常相近 跟不管是Mazda 3 甚至包括进口的Mazda 6 都非常非常相近 不过它却在内装菜单上 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毕竟它是一个进口车款 首先我们来看中控台的部分 上方 马赛达3车主要仔细看 上方这边有一个萤幕 如果在Mazda 3的话 它是单色 可是来到CS7 它是彩色萤幕 而且它可以直接内建的 就是倒车CCD 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 马赛达3现任车主来说 一定非常的羡慕 因为这样子会 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的萤幕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在倒车的时候 这个CCD萤幕 它的角度正好跟我们的视线 几乎是平行的 所以你的判读上会非常容易 右方的话 这边这个单色萤幕 就跟我们国产的 马赛达3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下方的话 就是一个MP3 支援MP3的一个CD音响主机 然后还有就是 再下来就是 单驱的恒温空调 这个恒温空调 我刚刚讲过就是它是单驱 不过我觉得 不管单驱双驱 其实它还是有一点冷房效果 比较大的差异是 后座它没有的低触风口 所以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试车的时候是冬天 所以我们感觉不出来 后方有没有冷静出风口 到底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接着后方就是变速箱 它当然